大家好,我是浮城高中成縣 一號是大炮位 就是小三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姐姐也有打排球 然後就想說好玩也跟著進去打 當上隊長 就是很多 因為老師不在的時候 就是隊長要跳出來 或者是球隊有困難的時候 自己也要跳出來 去度過那個難關 所以自己覺得自己壓力還蠻大的 調試喔 就是適時跟家人朋友分享 然後還有跟教練 談談 然後看他們的心得 然後我再自己去融會 這樣子 平常訓練齁 在學校一定要得分啊 不可以讓對面有任何還手的餘地 不然這樣子出來的話 對對方的A隊 這樣子根本就沒有威脅性 三年級喔 加我四個 因為我們是學弟比較多 然後就是學弟有可能就是 初次經驗的參賽經驗不足 我會叫他們就是放開打 就是不要綁手綁腳 這樣子就好 教練基本上會先跟我傳打 啊之後我再跟他們 更細節去跟他們講說 這顆球應該要怎樣處理 然後教他們心情上要怎樣調試 我自己也會要求我自己 就是 不管怎樣得分就對了 對 其實壓力跟榮耀是並存的 對就是 要享受榮耀的話 自己也要有一點壓力 一樣 直指冠軍 有信心嗎 當然 好 請為浮誠高中加油 好 我自己也要 哈哈